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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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卡路斯集中火力教了幾課的M5和幾課的Agrino 究竟兩種哪些好一點呢 講Powerful 摺腳多的Agrino優勝 但M5的彩色畫面也贏了 其實Arduino真的有這麼多摺腳幾好 其他感應器摺距下去也算了 為了欠了就是一個顯示 所以這次就為大家介紹一個完美的顯示配搭 就是這款的LCD顯示屏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LCD跟LED不同 它不會發光的 因為LED傳名是Light Emitting Diode 即是有光的 但是LCD的傳名就是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體顯示屏就是沒有光的 剛才我們說LCD Display不能夠發光 那是否看不到呢 當然不是啦 我們不是盲的 那些字沒有光 但是我們可以打Backlight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LCD Display是16x2 換句話說 即是可以顯示兩行的16個字母 雖然它是單色的 但是後面打出來的光是綠色的 黑暗之中都看得很清楚 而市面上買到16x2的LCD Display 有這兩款 大致上是一樣的 但是這一款 後面多了一塊白眼仔 這塊白眼仔 就稱為I2C Inter Integrated Circuit 中文應該易成 即是即體電腦會流牌 那兩組有什麼分別呢 待會介紹給大家看 怎樣編程呢 大家就會明白得多了 我們先來講 沒有I2C這一款 那大家看到呢 有很多接腳的 由左邊數過來呢 VSS VDD V0 RF RWE 數到一些DATA的腳位 那肯定呢 就要接很多線了 是吧 我們過來用TinkerCAD 模擬線路 看看 在TinkerCAD的Arduino Library裡面 本身就已經有 這個LCD的接駁了 好 在這裡大家不妨看看 接駁方法 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剛才所掃出來的 那些腳位呢 全部都是要接線 那我都不一詳細解釋 我們試一下 開始模擬先 這個旋扭呢 是用來控制 LCD的背光的 如果扭過這邊 沒有背光呢 就真的看不到東西的 扭過右邊呢 打了光之後 你會看到 Hello World 而這個數字呢 是不斷地增加增加的 這個就是個程式碼裡面 所寫了這一段 Plan Millets 程式就不複雜 但是大家看到 接線已經不太開胃了 我不反對大家 用這個方法 去接這個LCD Display 用來做實驗呢 同學是可以學到 資料牌是怎樣連接的 但是如果真的 用來做產品呢 每次都這樣接發 而有線路鬆了 產生問題就會很多 而I2C的設計 只是用來減少這種情況 我們回來對比一下 有I2C 和沒有I2C的LCD Display 你見到其實只不過 有一塊小板 看了在這段時間的針位之上 而光材可以調校光度的旋鈕 就放在I2C底板上面 而I2C的連接方法 就簡單得多了 所有的接線都由軟件去包辦 那麼我們可以 看一看 I2C的接線 其實只有四隻腳 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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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D Ground VCC 正電 SDA 和SCL 而接線方法呢 就是把這四條線呢 這樣接過去 支配線 toGND 使 прям 的接線 使用用 更支配線 utilized 之後 och A5是綠色線,直播是SCL 就是這麼簡單就完成了 而程式方面,在VoidLoop之後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前面有少少不同 不同在哪個地方呢? 先把VoidLoop抄進去 我們會看到Liquid Crystal I2C的Library 然後把腳位置設定 可以把光纏的script 上載到Arduino為線 看到嗎?基本上那個效果是一樣的 摺這麼多線和摺四條線 都是用相同的script 解決了摺線的問題,一切就好辦得多了 我們可以把剛才的編程修改一點 就可以讓這個display做到很多東西 前半部分呢,下載程式庫是沒有改的 我們只是加了兩個新的字串列 加了這兩個新的字串列 我們想在兩行內 走馬登公地走出來 第一行就是聖宗阿華Sandery School 第二行就是LCD Display Experiment 是總共25個字母 看到Loop多了很多行 這裡其實是有兩個for loop 不如我們解釋一下 首先我們把Cursor設定到150 所謂150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第一行就叫0 這對數過去就是15格 所以150就是這個位置 由這個位置開始把字串列到0 這個for loop 就是由N等於0 做到N到24 每次就加1 實際上 就是LCD Print 在使用程式庫的指令 就把聖宗阿華Sandery School 這個字串 印出來 由於一開始在0格那裡印 其實可能是不能印到 然後呢 等1分秒 之後 LED Scroll Display Left 很明顯的意思就是 把整個字串 向左邊移一格 當這個for loop 一直這樣做下去 就會漸漸漸漸 逐格逐格看完整個 成程中阿華Sandery School 接著LCD Clear 將畫面清除 去到第二行 1 1就是第二行 0就是第一行 1就是第二行 又在15格那裡開始 同樣的做法 不過這次是把第二個字串 印出來 又是這樣 逐格逐格逐格走過去 所以做完這兩個 loop 其實就是把剛才那兩個字串 顯示一次 現在把這個編程拐過去 過來看結果 看到嗎 成長阿華Sandery School 雖然在這個程式 每一個字母都等4分1秒 但原來都很快 這種走馬燈的技巧很好用 因為當你的字串比較長的時候 就要用這個方法顯示出來 因為它打橫只有15號字母 就用這個方法顯示出來 我們現在有試另一個功能 今次我們會怎樣 今次我們會在Word Setup 上加了一句 Serial Begin 這個其實是一個聚列式溝通的一個速度 我們叫Boutray 115200 一個聚列式傳送的速度 現在我們要傳送什麼呢 就是跟那個 我們叫做Serial Monitor的傳送 Serial Monitor在這裡 其實Serial Monitor 就是Arduino的一個顯示屏 讓你通過這個顯示屏 跟Arduino去連繫 今次我們把這個連繫的速度 調到115200 Evoutray 好,回到這裡看 內文很短 如果Serial Available 即是這個溝通成立的話 我們等 我們等十分之一秒 清除畫面 當Serial Available 是大於0 即是有資料打進去 就把這些資料讀進去 跟著Write到LCD 意思就是這樣 好,我們把這個程式放過去 好 好,然後我們看到 畫面都清光了 畫面都清光了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現在 Serial Monitor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在這裡 就已經順便教大家 怎樣可以用電腦 直接跟Arduino去連結 就是靠這個Serial Monitor 提醒大家 用Serial Monitor的時候 你確認清楚 這裡是不是調了115200 必須要跟剛才所教的相符 另外呢 就是 要把這個欄設定 做No Like Any 因為我們不想每句之後 多了一個CR 所謂Tarriage Return 之後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 打任何的東西 Hello World 例如 這裡就會顯示出來 好了 好了 今天的貨物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自己覺得這些貨物挺有用的 首先我們解決了Arduino顯示的問題 第二 我們利用了I2C小版 簡化了接駁 只需要接駁四條線 就可以顯示兩項十六個字母 而且這次除了教了大家I2C的編程之外 還示範了兩款運用的技巧 其中一款是走馬燈 而另一款是運用Keyboard 在Serial Monitor裡面 簡直打字母的顯示 希望今天所教的 大家都可以運用到 在Project上面 如果喜歡卡路斯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評語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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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